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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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到那个研究的前沿去的时候 你就是一种不确定性就出来了 你如果探知是已知的世界 那么你一切都是可知的 一切都是确定的 但是当你去那个探知未知世界的时候 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甚至这种不确定性 有可能把你已知的东西还搞乱 因为你在对未来的未知世界的探索中 你会不断地来修正你以前对已知世界的看法 那就是为什么中学生一到大学 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转型 我最怕教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他就要把我变成他们中学里的中学老师 然后他就对我们的课表是十分的不理解 因为他觉得我们本来很清晰的知识结构 经过你的上课被你弄乱了 清晰的东西怎么到你这里都成了不可知的东西 都成了模糊的东西 那么这就是那个大学和中学的区别 所以呢经常那个一年级的大学生 一到大学里来就往往要失望 他的失望是很有理由的 他对北大要求很高 跑进来就很失望 很失望的里面后来我经过调查 我发现他们很失望的一点 就是大学老师没有按照中学老师的方法在教他们 他觉得特别失望 那么完全没有理解 那么到了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 他就完全转过来了 他已经适应了大学的那一趟 那么既然是貌似清楚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弄模糊 叫做丢失状态 失序状态 丢失是什么意思呢 丢失就是说 让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说我们自己所知道的只是一个外表的东西 我们意识到我们对这个事物的性质一无所知 那么然后呢 我们从模糊状态进入到逐渐清晰的状态 什么东西变成逐渐清晰呢 就是次序的重建 次序的重建也有一些过程 首先这个叫直觉 就好像隐约之中有一些感受 不很明确 这就是直觉给你带来一些东西 然后要想象了 隐约之中有所发现 发现出一些形象 发现出一种结构 也不是很明确的 第三呢 你就叫灵感了 灵感就是会议 心灵神会 你在隐约之中发现了一些原因动机 你开始逐步理解了 第四呢 整体 新的整体出现了 新的次序排列出现了 各种元素开始重新组合 重新排列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原来的结构打乱 把它弄模糊 然后加上体验和理解 最后弄出一个新结构来 我们是为了取得一个更加符合真实的一个整体 那么我们概括一下 理解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我们说理解就是讲个好故事 我们用分析 不用分析性的语言 用叙述的语言 用描述的语言 我们乱这样的作品是 我们和当事人和我们和听众 之间关系来得更近 我们没有直接的结论 我们不做很直接的价值判断 一切留待于大家去思考 第二 我们进行理解呢 我们就从研究事件的外部转向 研究人的动机情感 研究人的选择 研究人的处境 第三 我们就特别看到了 人与人之间的个别性和偶然性 看到了现代人和古代人的差别 看到了作家和读者的差别 看到了艺术家和观众的差别 然后呢 我们现在建立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解模式 比简单的因果论要复杂得多 我们越来越做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心中的疑惑也就逐渐增多 因为人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对自己的知识有限性 就有了清晰的认识 当你用物来解释人的行为的时候 你是充满信心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人这么没有信心呢 主要是我们看到人的行为的复杂性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所解释的东西 它的正确程度如何 这里面呢 就是因为呢 但是呢 我们也没有结论 我们却发展出一种强烈的情感 我们为我们所研究的对象 或者是某个人 或者是某朵花 我们为他 为了和他交流 我们理解他 同情他 可怜他 为他着急 为他惋惜 为他苦恼 最后把他的遭遇写下来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对材料的运用 就具有了一种灵活性 我们不直接用史料材料做结论 我们转向用史料进行动机行为的考察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把那种研究呢 变得有意思了 我们呢 允许对世界 对人 也就更加的宽容了 那么这就是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那么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呢 叫做理性 创造性 和批判性思维的形成 这是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那么 我们刚才说的 都是从作品的来分析的 但是我们似乎没有对 艺术家本身的培训 提出过更好的建议 其实呢 我们还是要对 培训艺术家本身 来提一些建议 我们的标题 第三部分 第三个问题呢 叫做理性 创造性 和批判性思维的形成 这是针对 培训艺术家来说的 我们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 我们首先呢 就要说一个 人类的大脑的问题 人类的进步 的关键 实际上就在于 能有没有创造性的思维 我们如果人类的思维 都是重复性的 甚至是倒退性的 甚至是保守的 那人类是不会进步的 只会倒退 然后那个批判性的思维呢 不仅是指否定 还是指肯定 有批判能力的人 不仅仅就是专门找错 还要找对 不仅仅是指找出错误 主要是指好和坏 进行很明确的分辨 一个有能力 进行批判性的人 他实际上是对好的东西 加以充分肯定的 只有没有批判能力的人 他经常是处在 不分好坏的情况下 一个作家 他看别人的作品 他分不出哪本书是好的 哪本书是坏的 一个学者 他看论文的时候 看不出哪篇是好论文 哪篇是坏论文 一个艺术家看到的艺术画 他不知道哪幅画好 哪幅画差 一个舞蹈家 他看人家的舞蹈的时候 他看不出哪个是对 哪个是错 哪个是好 哪个是不好 哪个是美 哪个是不美 他没有这种分辨能力 而一个艺术家 假如对他的那个 专业的状况 没有这种分辨能力 他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那个有前途的艺术家 我们过去总是说 那个内行看什么 看门道对吧 外行看热闹 假如他看所有东西 都是看热闹 而没有一种分辨力的话 那么实际上呢 他就没有前途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我们必须认为那个批判很重要 批判是什么呢 批判就是我们要形成一种清晰的眼光 和一个冷静的头脑 一个非常善于进行好和坏 美和丑的分辨 那么我们说这些呢 要从人的大脑说起 人的大脑呢 据科学家的研究呢 人的大脑可以分成左大脑和右大脑 左边那个大脑是管逻辑的 管说话的 管数学的 管读的 管时间的 管个别事情的 管怎么样 how and why 所以左边那个头脑 基本上是个管逻辑的头脑 分学性的头脑 不是一个情感的头脑 所以我们人的左边头脑 好的人 可以当数学家 可以当计算机学家 可以搞那种逻辑性很强的 分析性很强的 可以什么东西都能找到因果的 有些人这种能力好 就是他左大脑比较好 那么人的右大脑是管直觉的 是管那个非语言性的 是管音乐的 是管经验的 是管情感的 是管我对这个人爱 对这个人恨 我要不要献身于某个人 我对这个人要不要移情的问题 右大脑就是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 所以右大脑就是管艺术的 管艺术的 管美的 管爱的 管情绪的 那么左大脑是管逻辑的 那么因为人有左边的大脑 和右边的大脑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使得人呢 是一个整体 其实上呢 人在大部分的时间里 得出在我知道 但我说不出状态的那种情况 谁说所有的东西呢 必须翻译成语言呢 谁说所有的知识 都要用语言说出来呢 其实上我们知道 有很多的知识 它不是通过符号说出来的 它是通过表情说出来的 我们的右半脑一直在工作 但是人的右半脑要不要训练呢 只有左边的大脑 来训练逻辑 训练科学 训练语言 特别是语言工作者 逻辑工作者 数学家 那么现在艺术家呢 被太充分的训练了左大脑 太忽虑的对右大脑进行训练 艺术家对右大脑 实际上是需要很严格的训练的 但是可惜我们工程学的教练法呢 就忽虑了对艺术家的右大脑的训练 使之于我们的艺术家呢 技巧好的很 生活一塌糊涂 是不是 艺术家的生活都过不好 因为他们的右大脑缺乏训练 他们的技术很好 但是他们那个思维比较奇怪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要看 我们就要看 要训练你的右大脑 我们的理论呢 给我们有一些启示 我们的理性和感性 之间是有关系的 那个左大脑比较发达的人 一般就比较理性 右大脑比较发达的人 一般就比较感性 理性和感性都是可以训练的 有些专业如音乐啊 诗人啊 弹情说爱啊 都需要感情的培养 灵感的培训 这就需要对右大脑进行训练 感情的问题 特别需要非语言的交流 最坏的求爱方式就是写信 其次是说一个爱字 往往那个爱一声说出来 爱情就要毁灭 是不是啊 那个本来两个人关系还放壳 一说我爱你 两个人关系就坏了 是吧 这个就是很难说 然后呢 最坏的交流求爱方式就是写封信 其次就是说一个爱字 比较好的是无言的交流 所谓感情交流 就是此时无声甚有声 当然左大脑理性也是需要训练的 这是左大脑和右大脑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旧大脑和新大脑的问题 人类的大脑实际上可以分三层 一个叫底部大脑 一个是中部大脑 一个是头顶上的那部分叫上层大脑 刚才我们说左边和右边 现在我们立体的看 素的看 可以分底部 可以分中部 可以分上部 顶部 那么这是有一些科学家提出来的 有一个科学哲学家 那个人叫卡尔沙根 那个沙根提出的 沙根呢在1977年出版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Dragon of the Adam 那么这本书Dragon of the Adam 那本书里面提出人的大脑分三部分 那么他提出呢 底部和中部的大脑是旧大脑 顶部是新大脑 人的大脑 普鲁动物 爬行动物 那个爬行动物的大脑 人的那个大脑呢 是那个爬行动物的大脑 那个就是底部的大脑 那么我们就看怎么进化的 首先人是那个爬行动物的大脑 然后进化成普鲁动物的大脑 然后是人的大脑 那么首先说爬行动物的大脑是什么呢 爬行动物的大脑主要思考的是食物的问题 住的地方 危险生存的技能和侵犯性的能力 比如说先下手为墙啊 这是我的地盘啊 部的侵入啊 侵律性啊 领地啊 那样一种大脑呢 都是爬行类动物的大脑 那么还有一种大脑 就叫普鲁动物的大脑 普鲁动物比较高级 它是用听觉 视觉来获得信息的 夜间活动 关于安全和危险的直觉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那个普鲁动物有一些情感 甚至会有一些住处啊 家庭啊 群居啊 原始形态的爱情 甚至有自我牺牲的一些表现 为了伴侣 你看那个金龙写的那个什么 什么说啊 就神雕侠侣 看到吗 其中一个神雕掉下来了 还有一个神雕就撞墙了 看到吗 撞山了 看到吗 有自我牺牲的爱情表现 那个时候普鲁动物就比较复杂了 它有种内部感觉 有直觉 有住处 有家庭 有不爱 有自我牺牲 这么一些东西呢 在普鲁动物身上能够看到 在爬行动物 像那个蛇啊 无松啊 无公啊 那里面看不到 对吧 那么第三种呢 就在进化的过程中呢 那个大脑的 那个大体积的爬行动物就减少了 乱为普鲁动物 为什么会乱为普鲁动物呢 那个除了那个 自然原因以外呢 还是普鲁动物的大脑比较进化 因为不仅发展的是身体 还发展了大脑和学习的能力 你比如说 那个群羽啊 就是鲸鱼 鲸鱼和海豚 它都表现了中层大脑的能力 因为鲸鱼和海豚呢 那个资力都很发达 代表了中层大脑 它们是有资力的动物 那么当人进化到高等元人的时候呢 包括人类呢 人就发展出顶部的大脑 顶部的大脑是人的大脑 它主要表现为更加复杂的社会化的特征 比如交流能力 领导能力 互相关系 最好最佳的工作方法等等 主要是表现为行为的计划性 抽象性 综合分析的能力 那么这样一种三层大脑的理论的提出 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人的大脑里面 似乎是凝聚了爬行类动物的大脑 和鲸鱼和海豚的大脑 普鲁类的大脑 以及人的大脑 三层大脑的学说呢 认为大脑的进化 并没有抛弃旧大脑 而只是在旧的大脑上加上一些新的东西 它给我们的启示呢 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呢 叫做大脑分工论